而是在纠结无关紧要的小事 会员解释这是个零风险的小手术 让他如果不放心 可以给小姑一些看护的钱 会员对自己爸妈的漠不关心 总要以马内来解决问题的态度 让祝贺首次对这段婚姻感到身心体累 殊不知会员也对祝贺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 说着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对我摆一摆顺的女儿 夫妻双方总是不能相互理解 注定无法走到最后 会员再一次离家出走 等到第二天祝贺上班后 才回到家中 看着和祝贺甜蜜的结婚照 会员心中无比失望 他再也不是那个完全顺从他的小朋友 也是结束这段婚姻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将行礼 和离婚协议书用快递寄到他单位 兄弟忠厚和尚职劝祝贺好好找回人道的歉 可妹妹祝恩却极力赞成他离婚 因为在他看来 不能互相理解的两个人 一个人要配合另一个人也是有极限的 而且作为妹妹 哥哥婚后的生活有多窝囊 他看的比谁都清楚 而平时大大咧咧无话不说的尤真 却在此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看向祝贺的眼神也多了点什么 他的不寻常也是被祝恩捕捉到 祝贺也不是没有去挽留 这段不平等的婚姻 但是会员离异一决 祝贺也只好妥协 也就是在离婚这天 祝贺的职场危机也悄悄来临 会员爸爸以帮助祝贺提升业绩的理由 介绍一单60亿的大胜费 银行经理以为有JK集团做担保 没有进行实地审查直接放贷 不曾想为祝贺留下了货分 另一边的有真妈妈 竟然自己画出那个 可以穿越到过去的神秘收费战 难不成她也跟祝贺一样 开启了第二个声音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她 一开始认识祝贺 并叫她车里去的原因 有真在和忠后约会时 无意间撞见和祝贺刚刚离婚的会员 与一个小奶狗的勾肩搭配 想到祝贺和这个千金小姐 已经没有符合的可能 心疼祝贺的有真和忠后 决定回去安慰这个受伤的人 忠后安排今天的晚餐 而对祝贺有些朦胧爱意的有真 此时与她单独相处 竟然首次有了坐立不安的感觉 感觉变了 自然也不再像从前那般自然 晚上的有真入睡时 又再次陷入那个甜美的梦境 和看不到正脸的男人陷入爱河 然后走入婚姻的殿堂 这次还在梦里首次听到这个男人的声音 而这个声音却是无比熟悉 第二天 银行总部举办马拉松比赛 有真在奔跑时不断往后看 她在担心宿贺的祝贺 进行如此剧烈的运动 没有跟上来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直到听到旁边有人说 后面有个男人出现心脏骤停晕倒 有真的脑袋瞬间进入放空状态 与所有人背道而驰交集的往后 加速奔跑 看到昏倒的人不是祝贺 这才放心下来 在她愣神的时候 祝贺突然从旁边站了起来 有真眼眶湿润地看着祝贺 她这才明白 祝贺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她和中后交往 或许只是为了摆脱对隐婚之人的思念 晚上聚餐只有有真一个人喝着问酒 祝贺打完电话后 看到坐在旁边似醉飞行 心情烦闷的有真 只好带她去附近的公园散心 祝贺就这样带着 有点小孩子气的有真玩耍 两人像极了热恋中的小情侣 有真骑着小自行车摔倒 祝贺本想将有真扶起 却没想到被她反手抓住 祝贺愣住了 有真借着酒精 前面说着一些不着调的话 后面却开始表态 说着我很确定一件事 就是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 有真不是对不起宗后 因为他们之前就已经约定过 交往的一个月期限一到 祝贺果断拒绝有真的本来 可有真仍然凭成内心的想法稳了上去 祝贺差点沉浸其中 可以想到前世 对有真的伤害她 还是独自离开 只留下有真独自一人黯然神伤 祝贺离开后 有真立即对忠后提出分手的想法 忠后表面看起来若无其事 说分手后还可以当朋友 回家后还是把自己关罪了 看到兄弟因为自己被甩 祝贺十分过意不去 他劝有真再好好考虑 和忠后继续交往 但有真态度十分坚定 再次向他表白 殊不知 两人的对话被不远处的忠后听到了 忠后立马上去给了祝贺一声 说着你把我耍得团团转 很好玩是吧 两个十几年的好兄弟 就这样闹掰了 祝贺内心无比自责 因为他不能将上一段人生的记忆 告诉忠后 也无法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祝贺无法在死皮赖领 待在忠后家里 收拾行李打算离开 却没想到忠后 还是将他留了下来 说着我不会因为女人的问题 把刚刚离婚 且无家可归的人感动 不自在的话 也只能这样 而兄弟上至得知忠后 跟有真分手是因为祝贺 脾气更加火爆 直接上去就给了他一走 喊着你是天底下最坏的男人 永远不要再来我店里 我不会再做你的生意 为了这十几年的兄弟情 祝贺还是选择好聚好散 打电话到总行人事部 选择调离到乡下银行任职 而他的调离深情 正好被刚刚回家的忠后听到 对于祝贺的选择 忠后也感到很不适滋味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 有真又再次梦到三十年 如一日经常做的同一个梦 而这次却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清晰 不同的是 这一次却是个噩梦 有真不敢相信 这个男人 就是他正在追求的祝贺 他连夜跑过来 向祝贺寻求答案 明明是梦境 为什么让人感到无比真实 看到有真如此迫切 想得到答案的痛苦表情 祝贺终究选择将所有的事情 全盘拖出 包括两人从相识到相爱 再到结婚 以及婚后生活的不如意 然后意外穿越到过去 并自私地斩断 和他的所有联系的全过程 有真自始至终 都不愿意相信 祝贺满嘴跑跑车的荒唐话 可等他回到家里 原本失智的母亲 却非常清楚地告诉他 让他不要去怨恨祝贺 因为祝贺对他们母女俩的付出 也够多了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祝贺 就对他感到莫名的熟悉和亲切 但两人那段 长不断还横断的前世音乐 才是根本的意义